各位,剛剛邱議員質詢這個榮光會 這個非常嚴重啊 這個是介入黨內的政爭啊 這個是介入國家的政爭啊 退伍會可以補助預算 讓這一些 外圍團體介入國內的政爭嗎? 這像話嗎? 我需要你承諾一下 那如果這個榮光會不能夠 中立客觀公正幫助榮民 扮演跟政府退伍會之間的橋樑的話 他要介入政爭 他要推動 中國統一的話 退伍會不以補助 你承諾 我覺得合理 好 黨內的獨留是誰啊 要幫助馬英九除掉黨內的獨留是誰啊 是誰 是誰 報委員,這是他們在開會的事情 我並沒有參加 從9月6號到現在 你不知道他們要剷除 黨內獨留是誰 929、舊英九 你不知道他要剷除黨內獨留是誰 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 是不是王金平 蛤 你不要把麥克風關掉 是不是王金平 就是王金平 929、舊英九就是要剷除王金平 可恨啊 拿中華民國納稅人的預算補助 還介入黨內的政爭 還在推動跟中華民國國策不同的政策 所謂中國統一 這樣子的團體 我們可以補助嗎 啊,主委 我們會告訴榮光 告訴榮光會 這個不要去 在我們榮光會的場合去談這些任何這些政爭的事情 我要求啊,暫停對榮光會的一切補助預算 暫停 直到這個團體啊 變成中立的團體之後 才開始 考量是否補助 好不好 預算是我們立法院通過 是院長敲著槌子通過啦 結果他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內獨留 你看 他被榮光會批評為中國國民黨的黨內獨留 請何以堪啊 拿了中華民國納稅員的錢 介入國內的政爭 邱議員講得對啊 還好他有發現這些問題啊 否則我們不知道中華民國國會的預算在這裡通過之後 在補助這些團體在做 所謂啊 介入政爭 還在推動中國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 你看 丟死人啦 主委你已經講過囉 不得補助 暫停補助 是不是可以請求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讓我們去告訴這些榮光會的成員 這些組織不要做這些 因為並不是每個榮光會 他都做這樣的事情 在還沒有客觀中立之前 暫停補助 沒有調查清楚之前 都暫停補助 OK OK 還是請求委員能夠讓我們去 我說OK就是王近平的口頭禪啊 就是曾永烏那個錄音帶監聽帶裡面的OK 記得喔 我跟邱怡銘會盯著你們看 是 好 另外你知道曾經林主委 怎麼樣去指的嗎 怎麼樣含憤下台的嗎 第一個是熔電案 你知道嗎 我知道熔電案 熔電案曾經林要求用公務預算 編列來解決這個問題 來讓這些熔電的勞工可以領到退休金 你贊成曾經林的政策嗎 贊成 你會繼續推動嗎 我們已經編列了 行政院也同意了 行政院也同意了 所以這次以送到立法院來審議 我們也請求大院能夠支持 支持 第二 他是為了欣欣百貨下台 你知道嗎 我也知道欣欣百貨這個案子 很多人都說 說關中鬥曾經林 曾經林鬥關中 錯啦 曾經林不是鬥輸關中下台的 曾經林是鬥輸江儀化 是欣欣大眾的董事會 拿著曾經林向行政院申請要求撤換關中的太太 曾經林鬥輸江儀化 曾經林鬥輸江儀化 關中透過江儀化 鬥倒曾經林 你要重蹈覆策嗎 好 官方委員 我 做任何的事情 眼看著欣欣百貨 一百多億的資產 馬上就要被 明明公司 來神通 整個都放學 你知道嗎 我絕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 你保證 沒有要讓這件事情發生 那曾經齡在任內發給關宗的太太張慧君的退休65歲借齡的退休令還有沒有效? 行政院有行政院的規定,那我們現在就是按照行政院的規定來做 他現在厚言無辭啊 他現在臉不紅,我不是說他是民谷代表 四廟七甲保庭啊!退五位啊! 蛤?我們總共有47%的股權啊!官股啊!居然鬥出這些零零星星的市場派 這個是有內賊啊!通外鬼啊! 主委,硬起來!把新興百貨的主導錢把他拿回來 他是退府會裡面唯一的經濟蛋 你看!你不要看他市場七億多喔!每年淫逸八億多喔! 他的土地不動產高達一百多億啊! 而且是在最精華的林申北路上面 你知道這些市場派要幹什麼嗎? 他們意圖串連要掏空啊! 意圖串連要霸佔星星百貨啊! 官股可以這樣視而不見嗎? 官股可以裝實嗎? 報告委員,我們有三分之二的董事啊!所以您講的這些,剛剛知道的這些事情一定不會讓他發生 那你為什麼那個總經理都換不了呢?為什麼?你說你有三分之二的董事 因為民股董事裡面有一個朱鳳之女就換不了嗎?換不了張慧君嗎? 張慧君女士也是我們退府會 他說不是啊!他說他是民股代表啊! 他說他不是,他現在說他不是啊!官宗委說他不是啊!怎麼可以這樣啊! 戀戰前衛到這種地步,裡面有很大的利益嗎? 阿主委 我不能做事我們的國產啊!國家的財產 被這樣的乾坤藥大挪椅啊!絕對不允許! 而且,幾乎我們官股的董事啊!是支持張慧君喔! 有內外呼應喔!這個很嚴重喔!主委!你不要佈上曾經臨的後程喔! 觀眾是因為有江儀化挺他,張慧君才保住他的總經理的職位 阿已經超過退府會的人事任用的一個規定跟慣例嘛!65歲就要退下來嘛! 哪一家瓦斯公司不是這個樣子呢?對不對?他怎麼會戀戰職位成這個樣子呢? 他們兩夫妻對外形象都講得道貌岸然!結果碰到權就不是這個樣子嘛!碰到權利就不是這個樣子啊! 還去發動行政院支持他!利用馬英九將儀化關中陳昌文、黃清風利用這一股馬英九鏡子裡面的人去影響他的政治力在操作權利! 而且臉不紅耳不刺!申報財產還申報信託二分之一! 厚眼無恥說公司法規定出託二分之一!就要上司董事的職位!他可以不顧公司法! 他只為了!他還可以不顧財產申報法!只為了公司法!為了保住他那個總經理!你看這裡有多大的利潤啊! 超過規定就要下台嘛!就要換年輕的人去經營啊!這是我們退伍會的規定耶!你什麼時候換掉他? 跟委員報告!根據行政院的規定!他是超過65歲之後我們每年會考核他一次!如果考核他的績效不好!我們就會把他換掉! 他績效有什麼好?EPS0.87有什麼好?你讓我去做!EPS如果沒有5塊你換掉我! 我馬上辭職下台!丟臉實啦!有什麼績效!不要騙人啦!不要騙人啦!都來行的啦!我要求主委運起來!你怕觀眾啊! 不會!馬英九不是說青年執政嗎?5年多來!還是財團掌控整個中華民國的國政?財團比較大啦! 齁!我希望啊!主委!曾經理你已經走啦!被鬥倒啦!為了一個心心百惡被鬥倒啦!希望你從海軍來啊! 不怕!不怕!風浪大!挺得住啊!把心心百惡整頓好!給你到12月底的時間!能不能做到? 努力做!一定盡力做!盡力做齁!我會看著你齁!另外!所有的天然氣公司!立法院委員會早就做成決議! 對於啊!這些弱勢!中低收入戶啊!要列出補助優惠辦法! 言者尊尊啊!聽者渺渺啊!到現在為止!整個做公益事件!所有的退伍會所屬的! 新興天然氣公司!一年只做了六百多萬的公益!光是那個南霸天啊!新雄家族啊!一年就做一百三十幾億的生意! 結果整個二十幾家的公司!做六百多萬的公益!像話嗎? 獨佔事業!立法院要求你對中小弱勢的這些!中低收入戶來做補助!叫你們列出一個辦法!到現在一年!我們檢查之下!只有六百多萬的公益! 可以這樣嗎?我今天再提個案!請主委回去!叫那些公司列出!幫助弱勢的這些補助方案! 只要是弱勢的!不管是你在這個使用商優惠!或者是基本會優惠!每搜基本會!列出一個辦法出來!可不可以? 我們會跟各個投資事業...你不要再忽然喔!每一次都忽然委員會! 委員會做成決議啦!你們也不做!一年做六百幾萬!六百幾萬不是做到腳那麼平衡的! 公益不可以做到網路補給啦!做的才算一下啦!好不好! 我們今天再提個案!請你去把那個補助辦把它列出來!詳詳詩詩詩的列出來!我是贊成這個樣子啦! 中低收入戶!弱勢民眾免基本會啦!基本會也不要人收啦! 阿瓦斯會跟他打八折也沒有關係!賺那麼多錢啊!做一百三十幾萬耶!賺三十幾萬耶!賺四萬啦!我告訴你!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這些就像您講的!它其實都是民營的公司!我們退補會的佔股!就像我們報告裡面講!我們平均佔股率是百分之三十三點多! 董事長有的在演戲啦!有的專門在買國畫啦!買書畫啦!你們就不要做什麼事情啦! 別人跟你說就說民國比較多啦!看國比較少啦!這樣你們做董事長要做什麼?都要做民國去做董事長就好了! 好!叫你弄一個補助辦法都做不到! 謝謝蔡偉先生! 我希望你弄一個補助辦法出來!幫助那些窮人!做這麼公監!董事長!可不可以? 我們會努力的做這件事情! OK!